还记得小调歌后蔡幸娟吗 十四岁就出道的她 当年以甜美嘹亮的嗓音征服听众 更因此有小邓丽君 中国娃娃 东方云雀等封号 还曾两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 然而 事业开花的她在感情之路上有这些许不顺 因为幼年时痛苦的经历 导致她经历过两次失败的感情 还曾与有父之父关系暧昧 那么在她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被媒体称为小邓丽君的女人 蔡幸娟的故事 蔡幸娟2008年与资深制作人谢孔中离婚后 便淡出演一圈 专心带女儿 提起蔡幸娟 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问情 当年有多少人看过《西说前龙》 就有多少人对这首歌记忆深刻 一首荡气回肠的情歌 被她演绎的百转千回 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也为她的成名作在天一笔绚丽的色彩 如果邓丽君的嗓音是被天使吻过的 那么 蔡幸娟的嗓音就是被邓丽君香魂附体过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蔡幸娟的成名史 与她苦涩的童年经历兮兮相关 1966年的台南 一户音域世家喜天千金 她就是蔡幸娟 受父母的影响 蔡幸娟从小就精通玉礼 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天籁之音的好嗓子 不幸中的万幸 父亲只教会了女儿怎么唱歌 但是没教会她怎么赌博 因为父亲的嗜赌如命 蔡家债台高中 为了躲避债主讨债 蔡家经常搬家成为一种常态 童年时期的蔡幸娟 跟着爸爸一起 过着一种躲猫猫的生活 因为童年时居无定所的经历 蔡幸娟从小到大 一直极度缺乏安全感 别人家的孩子 想的是成名要趁早 蔡家的孩子 想的是赚钱要趁早 于是 蔡幸娟六岁那年就登上了舞台 虽然作为刚刚出道的小童星 她赚的钱并不多 但是赚个盒饭钱还是有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 宝建峰从魔力出 1975年 一首王昭君在台南七线歌唱大赛上横空出世 惊艳全场 演唱者正是年仅九岁的蔡幸娟 机会都是给有实力的人准备的 五年后 蔡幸娟的好声音 被台湾音乐人黄仁青看中 将其招揽至新生唱片公司做歌手 于是 14岁的蔡幸娟就拥有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东方云雀蔡幸娟 当时很多人都抱着好奇心去买这张专辑 一个14岁的女孩子凭啥口气那么大 将自己的声音比喻成云雀之音 结果可想而知 凭借这张专辑中的夏之旅 蔡幸娟一炮而红 丽雅当时凭借就是溜溜的她走红的凤飞飞 霸占综艺100金曲榜冠军长达半年之久 当年天津文艺广播曾经这样描述她的声音 甜美清新的歌喉 与她的外形相得一丈 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如同空谷幽兰一般难得 正因为相由新生 凭借歌声打开星图的蔡幸娟 也获得了影视圈向她投来的邀请函 1982年 16岁的蔡幸娟出演了自己的大萤幕 《处女作男女合伴》 并且为影片主题曲《我们曾在一起一展歌喉》 在此之后 台湾影视圈里的金菊主题歌 几乎全部由蔡幸娟包两怀中 八十 九零年代的台湾影视金曲榜 蔡幸娟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1983年的星星之 《我心》让她红遍两岸三地 那么之后的问情则成为她的丰厚之作 九零年代 琼瑶带着她的梅花三弄纵横内地影视圈的时候 对蔡幸娟的歌声也是赞赏有加的 因此才把《水云间》中的《我心》已许拜托她来演绎 蔡幸娟事业巅峰期 总共出了三十多张专辑 每一张的销量都让业内叹眉观止 1995年 邓丽君不幸离世 为了向这位歌坛天后致敬 蔡幸娟也参加了追悼晚会 并且演唱了邓丽君的经典歌曲 凭借几乎还原原唱的嗓音 蔡幸娟也被媒体评价为小邓丽君 然而 再美的嗓音也换不来情场上的一帆风顺 上天赐给了蔡幸娟名合理 去让她用情路坎坷来交换 女人事业搞得再好 也不如嫁得好来得实在 蔡幸娟凭借一己之力 帮爸爸还清了赌债之后 她开始考虑嫁夫生子这件大事了 因为童年的阴影一直挥之不缺 所以蔡幸娟对于安全感的理解 就是嫁一个有钱的老公 为了给自己的下一代找一个有钱的爸爸 保证孩子未来的衣食无忧 蔡幸娟选择了一个搞服装生意的男人 两个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 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娱乐圈的女人 都不靠谱的想法 总之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 这个男人却转身娶了别人 男友结婚了 新娘却不是我 蔡幸娟没有料到电影里的剧情 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正当蔡幸娟因为失恋 被受打击之时 她的真命天子却悄然出现了 某一次 蔡幸娟受邀来到内地演出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台湾综艺节目制作人谢孔中 由于蔡幸娟对内地并不熟悉 露吃的她 因为买不到安徽到长沙的机票泛男之际 谢孔中帮她解决了这个小麻烦 彼此眼神相对知识 暧昧的情愫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在谢孔中的眼中 蔡幸娟虽然是一个成熟女子的外形 内心却跟一个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 据谢孔中回忆两人交往的细节 某一次她陪同蔡幸娟去一家酒店 找一个马来西亚音乐制作人谈合作 当时是半夜时分她将其送到楼下 莫送她上楼之后就在车里等她 越等越觉得不对劲 她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个时候由国仔跟拍蔡幸娟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也是在那个时候谢孔中才发觉 这个女人单纯的像一个傻子一样 因为只有傻子才没有防人之心 从那个时候起 谢孔中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 保护她一生一世 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2003年 谢孔中迎娶了蔡幸娟 两人婚后生下一女 最初的那几年 围城里的生活还算相处和谐 但是在美好的婚姻 也经不起俗世的肖母 由于谢孔中忙于工作 并且把事业重新集中在了 更具发展潜力的内地 夫妻二人巨少离多 蔡幸娟几乎是一亿己之力 一边带孩子 一边搞事业 对于蔡幸娟来说 这段丧母式的婚姻未同搅辣 再也没有意义了 感情走到地老天荒最动人 若是走到可有可无之时 那就是一把无影刀 绝情剑的锋刃伤人了 于是还没有到七年之痒 这段婚姻就在第五个年头戛然而止 两个人离婚之后 因为对前妻以及孩子付出太少 一直耿耿于怀的戏孔中 对于她而言 前妻绝对不是她衣经上 曾经的一粒犯年子 而是她旧情难忘的白月光 然而 尬妇门前事非多 单身女子非文多 月光能令前夫念念不忘 也能令她人心生侠侠 2009年 两人离婚之后不久 媒体就爆料出蔡幸娟 与有妇之夫王文瑶酒店秘会的新闻 一时激起千层浪 王文瑶并非泛泛之辈 他可是台宿集团董事长王永在的二房长子 老爷子听闻此事辱墨门眉 怒气功心之下 将其禁租在家中 打入了冷宫 与王永在的反应不同 谢孔中根据自己的判断 他相信前妻的为人 绝不是那种当三的女人 胎然而起的她 怒则台媒乱扣帽子 王文瑶看人家前夫这么给力 自己也不能差事啊 于是也对台媒小之以礼 我会追究你们侵犯我们名誉的法律责任 不过台媒也挺委屈的 我们拍到什么自然就发表什么的 据台媒爆料 他们拍到蔡幸娟与王文瑶在情人节前夕 连续十天之内见了三次面 每一次都是长达几个小时左右 期间蔡幸娟还穿着拖鞋出入房门 神色紧张 小心谨慎的样子 难道真是媒体看错了吗 拍到的一张张照片可都是证据 关于这一点 人家前夫也是有过求证的 据谢孔中回应媒体称 他从内地回台之后 刚下飞机就收到这么大的礼物 让他深感震撼 因为越看越生气 也曾打电话问询过前妻 搞出这么大的事 我女儿怎么办 不过蔡幸娟则回答 我又没搞事情 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孤男寡女 身边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在谈工作 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 谢孔中转身就对台没开火 不要看图说话好吗 因为离婚之后 她的心情一直不好 经常找朋友谈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女儿还想 妈妈搞出这么大的飞闻 孩子以后怎么办 护妻护子之心 已经昭然若揭了 若非就情难了 又怎么会这么在意呢 据悉 谢孔中跟蔡幸娟虽然扯了离婚症 但是两人依旧以朋友的身份来往 这样偶断思连的感情 或许更适合他们吧 也许 换一种方式 感情才能天长地久 守护的方式不是只有身陷为成才能做到 卸下了当年的风光 如今单身的蔡幸娟她带着女儿低调过日子 生活平静甜淡 但当年的气质与甜美 仍是持续散发着 如今蔡幸娟虽然险少出现在电视机前 但看得出来她非常享受目前的生活模式 她丝毫不闻脉借得流言蜚语 专心经营自己的生活 也祝她一切都好